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我是小宝 很开心 总算可以来到我们中华财经台 来为观众朋友来做服务 提供最资讯不对称里面的资讯 好那基本上来讲 我相信很多如果常看非凡 常看很多研究报告的投资朋友 应该对小宝不会感到陌生 最大关键在哪里来 像昨天晚上小宝在前线百分百的时候 最主要提到两档股票是什么 如果没有印象的话 那下次请记得要收市好不好 好那基本上来小宝 今天穿着比较轻便一点 最主要是今天行程相当的满 除了盘中录影 小宝其实中午的时候 才刚从友达的林口厂过来而已 那为什么相关我要跑到友达的林口厂 因为产业有比较大的变化 那小宝到时候 在等一下尾巴的时候 我会提醒大家有个面板股比较大的变化 来我们先看一下 来基本上如果对小宝比较陌生的 来小宝可以先让投资者 先看一下我们的一个相关的字卡部分 来 来看一下包括为什么非凡 常常叫小宝是生计王子 我们请导播take一下 尤其take在这个 来小宝的名字 那这是什么时候我们提到的 来很大的重点 来包括从七月中的时候 七月十四到七月二十 那小宝最重要会提到什么 生计股该怎么操作 而且甚至 我们有提到 什么样的公司 才是最具有好的一个进度 什么样的公司才有好的未来 毕竟小宝过去是医学院跟商学院的 两个合一的一个相关双背景 所以在一个相关新药公司 小宝相当的熟悉 好不好 因为我们刚好提到这个 来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要先让投资朋友了解一下 什么叫做新药投资 我想新药F4这个名词 小宝过去不管是在媒体上 不管是非凡也好 甚至在很多报章杂志上 我常提到新药F4 那所以相对来讲 为什么我们要叫新药F4 很简单 因为它的授权金很快就到期 其实我们基本上我们台湾的一个新药 有三种营运模式 那一个当然我们就是收人家 收人家共同开发 共同合作 那甚至还有做卖段的 其实我们的营运的方式那么多 但是重点在哪里 重点我认为说在生计股当中 新药一定要能够分阶段 钱能够进来 为什么 因为小宝过去在做财业研究员出身的时候 我们在配股票的时候 我们在评估一档股票的时候 第一个在新药的部分 因为我们看不到它的一个获利进来 但看不到获利的时候 我们要用什么模式 我们要用的叫做一个现金流量模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图表的部分 来投资朋友应该很明显可以了解到 如果有一百块钱 现在给你一百块钱 跟未来一年后给你一百块钱 什么时候的一百块钱比较有价值 当然是现在 因为货币有时间价值 来我们看一下为什么新药 来包括智勤 包括台微体 唐莲还有基亚 我们在评估的时候最重要的 就是把未来授权金的时间 用折现值换算回来 现在该有的价值 这个才是真正新药评价模式 而且甚至我觉得 来我们中华财经台的投资朋友很有福气 什么叫福气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现在的一个基本上 来看一下走势图 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个股开始 尤其新药族群 现在刚好在一个整理的尾巴 刚好是在整理的尾巴 包括来4152的台微体 甚至4162的智勤 甚至还有来3176的基亚 还有小宝提到 只要提到新药也不是 还有一个4168的唐莲 那当然小宝现在第一次来到我们的中华财经台 这个时候小 我相信投资朋友会说 又来一个年轻人在这边好小 其实好 小宝最大过去这段时间 除了在非凡也好 那除了在一些报章杂志研究报告也好 其实小宝在我们亚洲投顾的官网上 从7月底 8月9月已经累积好久 一段的相当的一个时间的录影 所以相对来讲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包括新药F4 为什么小宝会挑出这个相关的一个个股跟族群 包括智勤 台微体 基亚跟唐莲 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说到了 很重要的 它的评估模式 要怎么换算从它的权利金 从它的一个相关的授权 能够转换回来它的资金 所以很重要的 来包括智勤 一个PEP02 相关仪仗来用药 它的授权金高达2.2亿美金 这段时间2.2亿美金 当然它现在9月底来 最新的讯息 当然小宝会帮投资朋友做追踪 那包括9月底到将近10月这边的时候 公司已经即将要通过三期临床了 只要通过三期临床的时候 第一笔权利金2500万美金就会进来了 那这就相当于来我们看一下 就很像这边来的2500万美金进来 那接下来呢 它只要新要上市 通过一个上市审议的时候 这边会在5000万美金进来 换算回来我们就知道什么时候 该有好的价值 什么时候该有的买点 所以刚刚我们看到一个非凡这个相关的杂志 很明显的 我们可以看到 小宝在7月多后来 再请导播帮我们take一下 为什么从7月14到7月20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挑出相关新要的族群 来我们看一下字琴的一个走势图 来我们很明显的 看一下7月中 这个时候的字琴是多少钱 来很简单吧 这个叫做180 170 而现在的字琴呢 我想这不用小宝讲那么多了 来毕竟来讲的话小宝最重要的责任 应该就是把研究的内容 好好带给投资朋友 好不好 那好相对来讲新要的部分 来我们看到 甚至小宝在9月初的时候 我提到 开始会做一个接棒的动作 新要里面字琴长完 谁接棒 来4152台围体 4152台围体 所以在上上周的时候 开始上周一领先创新高的台围体接棒 接下来呢 我认为台围体是最有机会接字琴的棒子 往上做喷出的一个相关个股 最主要来自于哪里 来很简单 来台围体最主要来讲的话 上半年是亏钱的 新要族群 过去其实只要不懂生计谷了 我都会用本梦笔三个字来形容生计族群 其实生计族群已经从本梦笔 进阶到一个本益笔的阶段 那我们看到台围体来讲的话 它有经济母 包括Mb的还有Duxum 为什么小宝念这些相关药名这么顺 小宝过去医学 小宝医学院出身的好不好 那相对来讲的话 这个药对我来讲都很简单 那相对这些药症即将核发了 而且最重要对我来讲的话 台围体也是两岸关注药物 包括它的Libotekin 这个相关肝奶用药 这个叫做是两岸关心的一个相关用药 因为藉由绿色通道 会让它的临床时间稍微缩短 上市时间再缩短 所以我现在在抓的 它的现金流量来讲的话 来包括它的通路部分 看一下台围体的通路 包括Taba药厂 什么叫Taba药厂 以色列 这是全球第一大的一个学名药厂 相对来讲的话 来包括Nihon 还有Edon 甚至SCD 所以它的一个相关通路 小宝其实在7月中的时候 已经帮所有投资朋友都抓好了 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地方 来所以再来 因为时间也慢慢要结束了 所以小宝要跟投资朋友先提一下 包括新药部分 我们接下来节目当中 生技族群要怎么从玻璃堆中筛选钻石出来 很重要 因为生技族群常常会秤一个次 然后开始妖魔鬼怪 开始一档一档乱涨 可是 只要等到一个大环境做衰退的时候 真正的主流 真正有本质的公司才会真正在领行在市场 所以对我来讲什么最重要 从玻璃堆中 怎么去挑钻石出来 刚刚小宝告诉大家的 就是一个挑新药族群的步骤 那当然如果是有 常常看小宝官网投资朋友 甚至有看非凡节目的投资朋友 应该都知道 小宝其实在筛选生技股 除了新药F4 还有什么 好 第二个叫高阶一财好不好 好 还有什么东西 新政策 新蓝海 第四个叫做新眼光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 对我来讲的话 应该这样讲 生技股在大盘这样 陷入比较没有量的时候 开始要进入轮动了 好 再来我们应该时间比较不够 来我带一下整个大盘的部分 我们看一下今天加权指数 开始做一个震荡 也是做一个初步的反弹 那这个相关来讲 因为小宝非凡盘中有连线也好 然后又跑去公司相关拜访 相关最新的资讯 来我们看一下今天量能 在665亿做收 对我来讲 包括我在非凡的时候 也是这样讲的 这个量能对我来讲是很不够的 所以开始做反弹 而且肋骨开始做轮动 所以在轮动的过程 昨天我才觉得说 尤其在10月份前10天 最重要是什么 9月份营收 所以小宝才带来了 有关相关于饥渴 相关饥渴的族群 来包括凯胜跟可成 我相信昨天晚上有收看 百分百的投资朋友都有看到 小宝是怎么来形容 总之量当股票的 来包括可胜凯程 来iPad 还有5亿元相关的地盐 5亿元是什么 8月份的营收 地盐到9月份 所以营收会相当漂亮 小宝一定要讲在前面 而且如果熟悉小宝的投资朋友都知道 最近有一个日据相当的行 叫做半折之数 他说银行只会 宇天开闪 还是宇天收闪 我想应该都是晴天开闪 宇天收闪 在你最不好的时候 他只会把闪收起来 但是只要相信 在常看到小宝节目 甚至说在一个相关杂志 小宝最爱的是什么 小宝最爱的是在宇天 当投资朋友做开闪的动作 而且甚至来 在多拉在一个卡通人物里面 哪个卡通人物会帮投资朋友 最会热心住人 只有多拉爱梦 因为只有他会帮投资朋友伸出元首 那我想在一个小宝 现在在中华财经台之后 接下来节目陆陆续续的 就会帮投资朋友伸出元首 好 谢谢大家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因独立判断 水盛评估并资付投资贡献 怎么了 不舒服 上来 胃口什么 胃口伸 趴着 现在有两三 好 腿抬起来 第一次 是我的肯毛 不是我 要找一肯 一肯抓住主流 加入清流 给您全新不同感受 咨询电话 0225783777 0225783777 女人过了17岁 女人过了17岁 美丽就会被时光偷走吗 谁都偷不走你的17岁 梦十七 梦十七 超越大盘 领先市场 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常盛军 亚洲投顾 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工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投顾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投顾 亚洲投顾 珍惜所托 真情照顾 自己电话 025783777 25783777 活化毛囊 健康头皮 萌法566 脆弱西苏法 洗法经 绝对不虚伪 夸大的分析 别台看不到的分析 讲出别人看不到的基本面 还是真正基本面 一骨必须对阵 对阵要找一骨 一骨抓住主流 加入轻流 给您全新不同感受 咨询电话 025783777 025783777 欢迎收看一分钟焦点新闻 带您掌握台股重点消息 人保宣布公开收购华宝 引起市场关注 就了解着